大武汉 以何为大 在中国能称得上大词的城市 唯有上海和武汉 那么武汉究竟大在哪里 武汉市位于湖北省东部 地处长江中游 下辖13个区 其中有7个中心城区 包括汉阳 武昌 江岸 江汉 桥口 青山和红山 以及6座新城区 分别是黄埤 新州 东西湖 菜殿 汉南和江夏 总面积达8569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达1232万 面积相当于4个深圳的大小 不过 武汉之大并不在于地域之大 武汉之大在于江湖之大 世界第三大河 长江 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水 交互于市境中央 并接纳南北各支流汇入 众多大小湖泊镶嵌在大江两侧 形成了庞大的湖沼水网 大小河流165条 湖泊218处 是名副其实的百湖之城 其中汤迅湖和武昌东湖 均是亚洲第一第二大的城中湖 所以武汉不仅是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也是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 武汉之大在于建筑之大 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基建技术大国 除了建高楼 高铁 高速外 造桥本领也是世界一流 而论造桥 武汉是当之无愧的桥都 随着青山长江大桥的建成 武汉仅长江上的大桥数量就达到了11座 分别是军山长江大桥 转口长江公路大桥 白沙州长江大桥 阳四岗长江大桥 鹦鹉州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长江二桥 二七长江大桥 天兴州长江大桥和阳罗长江大桥 涵盖的桥形之多 数量之大 技术之高 堪称世界桥梁的博物馆 可以说 中国70%的桥梁都是武汉造 武汉之大 在于科教之大 人们常说 每20个两院院士中 就有一个来自武汉 这一点并不夸张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科教中心 武汉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三名 仅武汉高校就有89所 其中本科院校30所 211工程大学7所 以及两所985工程大学 代表大学有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等 是中国高校数量第一个城市 同时也是中国大学生 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 据统计 武汉常住总人口1200多万 平均每10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大学生或研究生 在校大学生总数 已达130万 超过北京 上海 纽约等国际大城市 位居全球大城市中之首 武汉之大 在于交通之大 作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 武汉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路空交通枢纽 有着九省通渠的美称 在水路方面 武汉港是中国内陆 唯一挤入前20强的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00万标箱 公路方面 武汉将实现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硬链接 形成以武汉为中心 辐射武汉一家八城市圈的 七环30摄高速快速公路网络 航空方面 武汉虽然客运量并不算大 但武汉却是华中地区唯一可直航全球五大洲的城市 可以说武汉在铁水公空四大交通运输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短板 武汉之大 在于产业之大 位于东湖高新区的中国光谷 光新平端网和生物医药 这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正在迅速崛起 在武汉经开区的中国车股 历经四次扩容 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在东西湖的中国网股 中国唯一的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 已形成网络安全 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服务三大产业板块 在新州的中国新股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集地将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集群 可以说 武汉已经聚齐全部高新端产业集群 正以自身的优势与实力迅速崛起 无惧风浪 勇于超越 这样的武汉才是真正的大武汉